最近法庭線的新聞都蠻好看的 專訪兩少年後審兩年半 改認暴動 某程度認罪才是一種解脫 其實簡單來說 其實沒有罪 但是要硬承認 很多時候香港都是這樣 今天跟大家看看這篇報道 我想從這個位置開始看 後審的兩年半期間 Gax和硬明 從新聞上看到一宗有一宗的暴動罪成案件 心中暗符 似乎補一打 不禁猶疑 還要維持不認罪嗎 2019年 兩人在衝突中被捕 被控暴動罪 案件分別排期2022至2023年開審 Gax和硬明掙扎良久 決定改認罪 律師 雪他木華年輕 會向法庭爭取索取三私報告 有機會判處非監禁式刑罰 最終兩人如願被判入教導所 反修例運動至今 預四年 根據法庭線統計 直至2023年12月23日 612人罪成人次 603名被告當中有近四成人認罪 當中163人次不認罪 其後已開審前改認罪 其中45人人次由檢控至認罪 相隔兩年至兩年11個月 相隔兩年至兩年11個月 1804人次相隔三年或以上 某程度應在一個解脫 可以結束這種很長時期 很長後審期帶來的知老 Gas說阿明服刑一年多 於今年嚴下獲釋 港上開學 回望認罪者的選擇 兩人直言是出於現實考量 如果沒有認罪 可能還在成人監獄 還要面對兩年的刑期 他們沒有辦法面對現實 香港搞成這樣 現在是奸人當道 明屈明妻 訪問當中阿明揹著滑板符約 向記者介紹其新興趣 Gas背著一個大書包 匆匆從校園過來 詐漢與其他同齡男生無異 兩人一見便撩過不停 選科也事 起場來的人 Gas和阿明被捕事 分別16和江滿18 最初Gas表明不認罪 因為沒有證據 指他曾參與暴動 扔磚火魔也沒有 當然打死也不會認罪 而一年終審法院 下的勞見文案 裁決讓他動搖 Gas報導得知 勞見文案為 非法集結及暴動的控罪元素 定下指引 判詞其中提到 被告身處現場 並透過說話、標記、行為提供鼓勵 則可參與該暴動 或協助其他光泛暴動罪的人士 而被定罪 從單純身處現場 變成被歸類為提供鼓勵 並不意味需要大量活動 其實已經夠齊 即是在現場 他就說你暴動 變相門檻很低 你在現場穿著那套衣服 都可以入到你罪 Gas導出他的理解 不過他自然 性格是活在當下 肯快把資訊拋在路口 即是律師通知他即將進行審前 覆核 才感到影響未來的抉擇 你迫在未知 三思報告的計算 案件審前覆核開審商 他一個月 Gas在這一個月內 反覆思考應否認罪 內心拉脚著 他一方面不想認輸 一方面覺得你無法打 穿黑色衣服或黑色褲 就已經可以入到罪 你是完全沒有打的機會 更何況我當時是全裝備 上身 即是斷症 更加沒有可能打得掉 那時是有一個標準的 Polly那時也是 他是全裝備 有豬嘴 那些是特別關照的 好像 我現在開始明白 看回新聞 原來他就是看這些 性格出來 判你有罪 譬如我當時 Polly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身世 沒有豬嘴 最多一個口罩 可能沒有被他們釘得那麼緊 他亦擔心 審訊期間無法上班 未能應付生活開支 而結果很大機會聚成 最後只不過是將時間拖延 Gas家人則覺得 他已淡18歲 因為自己打算未來 也尊重其決定 律師向Gas分析 認罪及不認罪的後果 指若他有意認罪 會嘗試向法庭 索取三司報告 即教導所 勞教中心及更新中心 監禁以外的判刑 選項報告 Gas在暗自計算 坐三司真的快很多 那時開始 有些判例 都已經是三年到四年左右的監禁 就算院舍坐 最多也好 都不夠三年 可事 法庭也可以拒絕 為他索取報告 直接判監 者對他而言是一場賭博 事前上後 Gas決定博一博 再開審當日就認罪 後審是無形的家鎖 阿明也認同 定罪率高 是改認罪的原因之一 他説這兩三年 甚少聽到脫罪的案件 真是很少 即使如社工陳洪秀 並裁定表證不成立 也隨即遭律政司上訴 打掉了也會追究 最令阿明敢折磨的是 是漫長後審過程中 需要接受消禁、禁足令 等嚴苛的保釋條件 面對精神壓力 我覺得這個後審 是一個無形的枷鎖 案件有令他感到消極 我會設限給自己 打算之後 無論如何都會進入 做甚麼事都會變得無動力 即是限制了一個人的思想 基本上 他看著同學極極揮人生 開設了 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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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帳戶 尋找十集機會 身邊人與阿明的距離 又越來越遠 目標只能等候 某程度 認罪是一個解脫 我可以結束這種很長後的審期 帶來的知怒 案件開審的半年前 律師留意到阿明將21歲 者或許是索取報告 爭取非監禁式的刑罰的最後機會 阿明坦然心動 但如Gas一樣 阿明不想主動認錯 為此掙扎了幾個月 親友勸他要為刑期著想 最後是媒妹平淡的一句 打了他的心狠 是否是嵌子來的 你趕快出發來 快點找我們團聚 阿明記得認罪這一刻 他從被告 與家人對望 雙方也一筆成聲 那當然是無辜 大好青年 給那些人屈 總之 天應該理論上應該會有眼 所以那些法官亂判 其實會不會有後果呢 美國會不會作出行動呢 這個我們要留意一下 自己做的決定自己負責 令到很多人基本上是 就是 妻離子散就是這樣 法庭 法庭其實在做些什麼呢 不是懲治壞人嗎 為什麼要搞著這些 小朋友 年輕人 任何人事都好 香港的專才等等 Gas和阿明 再教導所內認識 雖然兩人在不同其數 但因大家都喜歡動漫 投契成為好友 Gas在復應期間 學習不同技能 過了有紀錄的生活 阿明從實學業 每天朝九萬五 準備文憑試 懲教署會為在囚人士 提供中學課程 有由教育文憑的教師任教 但他只要考好成績 不是那麼足夠 還要用私人時間溫習 甚至吃飯時也手持不記 被嘲笑是書外子的阿明慶行 院舍內一些較高學歷的囚友 懸疑替他補習 最後考過不錯成績 順美升讀大學 教導所的關押期長度 一般由懲教署 根據犯人的表現及進度而定 最長可疊三年 根據教導所條例第五條 罪犯獲釋後 需接受感化主任監管三年 其定罪紀錄在監管期 可被視為以喪失而效 感化三年 定罪紀錄在監管期間 可被視為以喪失而效 好的 其實在他們的 三司那件事 叫做好少少 相對來說 他們叫做教導所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是否一間好少少的監管廠 復應一年多後 兩營在過去的夏天獲釋 少數至今 刑微適應社會急速的節奏 教導所作息固定 裏面的資訊沒有流通 一分一秒也很慢 回復正常生活 大家討論的話題轉變得很快 反而讓他有點吃不消 可能上一秒說的是 下一秒就說的是 尹光去選我最喜愛的男歌手 跟不上 現在 訊息很快 有點像我去做倉那一陣子 時間過得很慢 又不知道外面在做甚麼 他談起同期的大專同學畢業 邀請他出席畢業禮時 顯得有點 閉樓 不懂得讀 還在想要否出席 Gas鈣碳需要太多光陰 欲加倍努力完成課程 你看著別人 這段時間已經超越了你那麼多 你還是原地踏步 阿明安慰Gas順其自然 這樣想會很難受 跟自己過不去 像他現時只想享受校園生活 體驗上莊的樂趣 夜蘭人靜 Gas和阿明也曾幻想 若沒有認罪會是怎樣的大概 還至深奴欲忠 認罪是一個出於現實的決定 無論如何 過去不能重寫 這是他們青春的重要一課 自己做的任何決定 都要為自己負責 阿明說 女人在天台 吸入後香煙 向著日落 想像未來的模樣 一篇我覺得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同 即在那個反修例活動裡面 那個暴動罪牽涉的人數是很多 即我也是其中一個 當然有分不同的程度 這些是直接下了岸的了 即已經起訴他們 起訴當中 他們有些叫做 認不認罪好呢 認罪 之中要看自己的年紀 如果年輕還可以入教導所 教導所就這樣看 就好像好過坐牢的 這樣 雖然有很多規矩 即他引申很多這些社會問題 這個法庭就算了幾好 即記者 訪問到兩位這些少年 很難找的 當事人又要接受訪問 了解當中的問題 因為始終社會其實都 我們的香港人其實不想遺忘他們 但是因為現在的訊息量太快 還有很難找到這些新聞出來 那些記者已經是左抄右抄 我知道是很難的 做這些新聞 還有有個風箭 法庭線 說你做了會不會國安有拍門 查封你們呢 所以他們都很難做 那些記者越來越難做 但是 你看到好文章仍然有 不過難找一點 分享到這裡 多謝收睇